投入听选服务已经有22年的复联听障文教基金会 今天又在高雄成立第三个教学中心 包括了基金会的董事长孤颜卓云 副总统夫人蔡令仪都亲自到场为中心剪彩揭牌 那么孤颜卓云就说过去他们已经服务超过6000人次 如今北中南都有据点就能就近照顾 让孩童以及家长免于奔波之苦